北轉進入到巴士海峽之後 就是往巴士海峽到東沙島海面 這一帶的方向上移動 那從強度的部分 目前它還是一個輕度颱風 那我們預期它在接近旅宋島之前 也就是在29號之前 它的強度還有稍微增強的趨勢 那預估它的強度是以中度颱風的下限 或者是輕度颱風上限這樣的強度 是機率最高的 那在過了旅宋島北轉的過程當中 強度預期上會稍稍的減弱 那再從細節預報的圖來看 我們把細節預報說明一下 這些點位是模式根據不同條件下 運算出來的結果 那每一個點都有可能是 颱風未來出現的位置 那從這些點位的計算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29 30號之前 它的計算的一致性來講是比較高的 那可以看到北轉 出旅宋島北轉之後 就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分歧 那比較多的模式是會北轉之後進入 北轉之後到巴斯海峽一帶 然後再逐漸的偏西 那但是還是有一部分的模式 會沿著台灣的東部外海北上 那甚至比較接近台灣地區 所以可以看到出旅宋之後呢 它的預報的不確定性是相當的高的 那至於天氣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周的圖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現在就是今天的天氣圖上來看 我們北邊有高壓 南邊有耐格颱風造成的低壓系統 所以台灣附近的氣壓梯度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台灣附近的東北風是比較偏強的 那在這種形態上我們東北風 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北部東半部地區的降雨距離 還是會來的比較高一點 那到了明天的話 其實是類似的天氣形態 可是到了禮拜天的晚上可以看到 其實耐格颱風已經漸漸的從旅宋 開始北轉 所以它的外圍環流呢 會開始影響到台灣地區 那北部東半部的雨勢就會增加 那後面的形態主要就是受到耐格颱風 它的路徑的 耐格颱風後續路徑的影響 所以不確定性是比較高的 那近期來看 我們看到台灣目前現在的天氣現況 我們剛剛提到今天來講 都是受到比較強的東北風 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銀風面的北部 尤其是大台北跟東半部地區 雲量上來是比較多 那降雨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整個降雨的趨勢 我們從定量降水預報來看 今天的降雨趨勢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剛剛提到 今天其實還是在 北 雲封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也就是大台北跟宜蘭花蓮上來講 降雨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甚至到了晚上 北邊的降雨機率會稍稍的提高 甚至在桃園以北地區 也有些降雨的機會 那整個降雨趨勢 過了明天之後 我們由降雨的趨勢圖來說明 整個天氣形態到禮拜天的白天之前 都是跟今天的類似 那降雨的範圍 主要是在我們的 導演以北跟東半部地區 那特別是在東北部地區 還有可能出現 舉步比較大的雨 甚至舉步大雨的機會 那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 禮拜天也是30號的晚上之後 就會受到 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那這一部分的不確定性 是比較高的 我們預計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會到11月2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三 都會在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 那主要降雨的範圍是北部 東半部地區 那南部地區跟中部山區 預期上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這一部分 要是颱風後續的走向而定 所以颱風的遠近跟它的路徑 都會影響到降雨的範圍 跟它的量值的大小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那之後到了下禮拜四 就11月3號之後 預期颱風就會比較遠離一些 那我們會受到一個 東北季風影響的天氣形態 北部 東北部 中南部的山區 還是有些降雨的機會 這個是在降雨趨勢的說明上 那最後提醒大家 就是第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開始 大家可以感受到東北風 東北季風已經開始明顯的增強 所以桃園以北東半部 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那特別是30號開始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降雨的趨勢 跟降雨的量值 都會明顯的增加 那另外的話 最近的天氣形態 都是早晚比較涼 特別是中南部的溫差 還是比較大 那請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現在 北邊有高壓通過 南邊有那個颱風 造成的低壓系統 所以我們的東北風 都是比較偏強的 所以沿海空曠地區跟外島 可能出現9到11級的 強震風 請大家在海邊活動 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而且還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也要特別注意 另外颱風的 過了旅送之後 不確定性 它的路徑的預報 不確定性是比較高的 那對我們的影響 不確定性當然也比較大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們最新的颱風消息 跟天氣預報 以上是今天早上 最新的天氣現況的說明